黄先生在杭州开了一家服装店 7月21号他在杭州简桥租了房子 这是一处自建房 黄先生在楼下租了一个房间 他说跟房东没签合同 手头只有一张收据 上面的金额是900块钱 名目是租满12个月保证金 每个月的房租也是900块钱 第一次交电费发赚当给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电费有问题 因为我平时也不做换 主要是空调用电吧夏天 后面就照明嘛也没什么用电的 但是784度一个月 这个非常吓人 房东当时把账单发给了黄先生 说是到8月24号用电784度 按照1块31度电的价格算 黄先生要支付1000块钱的电费 从房东提供的电表照片看 黄先生入住时读数是4237 到了8月24号读数是5021 黄先生说 后来经过沟通 包含第二个月的900块钱租金在内 他一共付了1850块钱给房东 确实散生这么多度数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表的问题 还是这个到底是这个空调 反正这个月我现在给他结清的时候 他昨天送我就是 我空调完全挺用了 我没用他的 就加上水费10块 加上这个电费是33度 9月24号黄先生第二个月租金刚好到期 他就从房间里搬出去了 从外观看 这台空调有些老旧 采访时电表的读数是5054 也就是说 第二个月黄先生只用了33度电 他说是因为中间从来没有用过空调 七八月份最热的一个月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是空调20几小时开的 他当然他说没有20几小时开 这是一方面 700多度的话 我认为是很正常的 赚电费的时候 我们根据百度搜索了一下 家里面准备的简直电表准 可不准 所有的探口全部拔掉 通电状态 我们看一看电表 电表有没有运行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电表准备准确了 这是一个一方面 那么第二方面呢 我说的 你也可以拿这个电表去检测 如果检测出来 这个电表是不准的 所有的费用我来认证 房东说 当初黄先生质疑电费 他就提出了检测方案 黄先生后来也没多说什么 选择了支付电费 在他看来 关于电费 双方已经不存在争议了 多了五六百度 其中有一户比他还多 我拿本子给他看的 他说他这一间的租户 就是他之前的这个租户 就是去年 这个使用这个空调的电量 多少的 我也给他看了 同一个月是五百多度 冰箱冰条都有的呀 那你们这里一个月 电费大概多少 大概上个月的话 是蛮高的 上月有六百多度吧 刚才他讲的 二十四小时是不存在的 一天说十二个小时 我是承认的 这个测试是没办法 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员 说实话的 二来我是提出过这样的 最好叫个专业的能量来检测 就是把 假如他有十个住户 把十个住户的电 电量全部加起来 加上房东自己家的用电 在和宏东这个月 交给电力局的电 是不是对的 之前我已经这样操作过一次了 核对不上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提前量 有个延迟量 电力公司吧 问我们来和超电表的时候 它是提前一天 超电表 超一个大概的数字 然后延迟一天 给我一个电表的数字 反馈到我们这里 房东认为 黄先生现在再来谈电表的事情 是为了退保证金 这个我先生您 这个是租满12个月的保证金 当时他来住房子的时候 提到过的 问我租两三个月行不行 我说不行 我不租的 问我租半年行不行 我说半年我不租的 一般搜据上面只写金额吧 是吧 我收到他多少钱 什么什么钱 是吧 但是我特地注明的是租满12个月 自2022年7月24号开始 这个我问过他 对 那你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来问这个问题呢 问这个问题 我也就是不知道 这边的环境怎么样 能处理习惯 在这些方面呢 房东表示 之前跟黄先生沟通 自己已经做出了让步 愿意退还保证金的一半 他搬走了这一天 来跟我要那个 保证金的时候 你从来没有跟我 说过一句好话 也没有什么歉意 反而说我不好 说我什么 走电这么高 收他这个一块三和四块的 这个水电费 没跟他讲 那变成是我的错了 当时你这个单子上 也没过注明 这个电是一块三一度的 也没过注明 所以这个约定 我可以不真实过上 当时是跟他这么说的 不管是我们家 还是隔壁家 别人收多少 水费和电费的 你这里也收多少 黄先生的要求是 至少退还600块钱保证金 他说 接下来打算去申请司法调解 1818黄金眼 记住报道